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在1月5日這個決戰前夕的關鍵時刻 特朗普總統仍然堅持著貫徹對華強硬的路線 簽署了一道新的行政命令 一口氣就將8個很受歡迎的中國手機apps封殺了 這個跟拜登陣營的取態可以說是差天拱地 大家有眼見的就是 跟拜登陣營份屬利益共同體的紐約證券交易所 完全無視了特朗普總統的行政命令 堅決叫停中國三大電訊巨頭股票的除牌程序 於是捍衛得到中國和美國深層政府的利益 除此之外 被拜登提名為國務卿人選的布林肯 今天就在Twitter上裝作 就說特區政府大搜捕的做法 是侵犯了勇敢提倡普世價值的人士 他就說 拜登和賀錦麗 就會站在香港人的一方 並且反對北京打壓民主 他就說這些說話出來 只不過大家看一下那些留言 就完全射到這個布林肯是七個一皮 為什麼呢 就連美國人都知道 這些所謂的口頭關注 完全就叫做lipsurface 中文就是口位而實不至 美國人都看得出來 這班傢伙會行動欠逢 就是體現出了一句說話 叫做 口頭的巨人 行動的諸語 就是這班傢伙 一尾只有一個說話 其實只是說句什麼站在香港人的一方 就是很廉價 香港也有很多種人 藍絲都是香港人 你說站在香港人的一方 是不是站在香港藍絲的一方 一起賺人民幣 還是怎樣 給人一種感覺就是有姿態 沒有實際 完全沒有交代過 究竟會不會有任何的後續回響 又或者是 究竟你有什麼計劃來回應 沒有的 一尾只有一個說字 我們說回特朗普總統簽署的行政命令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裏的行政命令 其實就是封殺了8個中國的手機apps 到底是哪8個apps 分別就是有支付寶 QQ錢包 騰訊QQ Camscanner Shareit Vimage 微信支付 和 WPS Office 為什麼要封殺這8個中國的手機apps 這個行政命令當中就提到 說這些手機apps 就可以獲取得到 用戶的個人信息 大陸政府就可以利用這些大數據 從而追蹤得到 聯邦政府 僱員的位置 並且 逐個人 建立個人信息檔案 商務部長羅斯就說 根據特朗普總統指定給商務部長的權力 他就已經指示了商務部開始執行行政命令當中的指令 即是說不需要等45天這個限期 他馬上就已經開始去做了 包括了做些什麼 就是調查某些和中國apps有關的違禁交易 羅斯部長就說 他支持特朗普總統 致力於保障美國人私隱和安全 是免受中共的威脅 商務部就將會利用行政命令賦予的權力 努力地來完成使命 實情這8個手機apps當中 是穩陷著什麼的大數據 裡面的信息量就認真豐富了 支付寶、QQ錢包和微信支付這3個apps 專門用來收發金錢來使用 當消費者利用這些apps來付錢 又或者當商家利用這個apps來收錢 自然他們的出行記錄 喜居飲食的喜好 又或者是他們消費的模式 就會被記錄下 好 至於這個cam scanner 又是什麼軟件 其實就是一個掃描文件的軟件 是怎樣使用的 就是當你打開了這個手機apps之後 拿著手機鏡頭對著一張紙一拍 這張紙就會變成了PDF的檔案 便利於 收發email所用 好 至於這個 WPS office是什麼 就是金山軟件所製作的辦公室軟體 即是說 它可以打字 又可以用Excel 用來做簡報等等 就是大陸版的office 你可以當作 至於這個share rate是什麼 就是傳輸文件的軟件 即是說在兩部手機之間 如果有哪些文件 要由一部機傳到另一部機 用這個apps就適合了 騰訊QQ就是一個通訊軟件 類似WhatsApp 或者Telegram 所以你的對話紀錄當然 會不會傳到北京那裡 大家自己想想 最後一個apps就叫做vimage vimage就是一個影音剪輯軟件 即是用來剪片 很簡單的 拍了一些片 加些配樂上去 或者加些聲音上去 用這個vimage就適合了 至於那些影片 剪完之後 究竟會不會有一份底 上去大陸的雲端 那就不清楚 反正美國就說 這些8個apps 就是會搜集到 用戶的個人訊息 大家自己想想這些 安全 美國就是這樣說 當然 一般來講香港人 都比較少用這8個apps 除了支付寶之外 或者是微信支付 因為這兩個apps在香港 就大砂金錢 在不少的食店或者便利店 提供優惠 又提供草印花的功能 使得有不少人都是落搭的 都是有份用這個apps 甚至乎 遲些說到支付寶 還可以用來搭火車地鐵 所以這兩個香港人會比較多 至於其他那幾隻 老實說 香港人就不是很熟悉的 因為太多替代品 比如說騰訊QQ 除了以前那些人去沉船之外 一般香港人怎會用這些apps 去溝通 最多用WhatsApp 是不是 所以 禁了這8隻中國的手機apps 在美國那裏 我相信針對那個群體 多數都是華僑 或者是華人的新移民 針對那個群體 就應該比較多 老實說 一般那些 西人 會不會常用這8個apps 看怕都未必 最常用那一隻 就已經禁了 就是TikTok 即是抖音 好了 至於 究竟封殺這8個apps 會不會 有什麼一波三折 商務部長羅斯 已經很快手地 在執行相關的命令 不過根據上次 抖音的經驗 TikTok 加州的法院 是會做駕倆的 竟然會殺出來 做程咬金 說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不合法 諸如此類 總之難理一大輪 到底這次 一口氣封殺8個apps 究竟會不會有 南州的法院 走出來搞搞震 我相信 都可能有機會 暫時未見到這個消息 可能會 上次TikTok 就會了 說回這次 一口氣封殺這8個apps 無非就是要使大陸 再不能獲取得到 美國人的大數據 這個站在特朗普的角度 或者是站在美國科企的角度來講 都是有益處的 因為你這樣 被人獲取了這些數據的時候 就等同於 暴露了很多人的行蹤 正如 特朗普在這個行政命令當中所說 所以這道行政命令 也是有其意義的 當然大陸方面 怎麼說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就形容 美國的行為 就是 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濫用國家力量 無理打壓外國相關企業的霸靈霸道霸權行為 選人不利己 你遮住了華春瑩這三個字 你也不知道他在罵誰 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就是說 動不動就拿國家安全出來 這就是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你到底在罵誰呢 華春瑩 真的 然後 再講下一件事 就關於 喬治亞州 參議院席位的補選 共和黨 似乎 真是慘租華鐵路了 喬治亞州 按照暫時已經點算的九成多選票 民主黨人在兩席都是領先共和黨人 接近百分之一 基本上要追都很難 老實說選完我才出聲 免得選前就被人說我潑冷水 你這一趟這樣的補選 你又用回原本那一隻的投票機 就算讓你想贏都很難 是不是 你都說到這隻投票機是有如何如何的漏洞 你又照用然後那些人又照呼籲去投票 你都未曾是堵塞得到這個漏洞的時候 你又用回同一套來投 未投已經輸了九成 都不要再說 這個麥康內爾在做駕倆 搞到那兩千元的支票派不成 你又用回那隻投票機去選 那當然是必輸無疑 事前又不見到有多少人出來質疑這件事 一味就說11月那次是有問題 11月那次也有問題 這次也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我不敢斷言 但是你都用回那套東西 老實說有句說話叫做什麼 移人物用 機有問題也不要用 你又照用回 你輸了老實說 是不是非戰之罪 還是怎樣 我不會說了 事前就應該要提出 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會不會是改變一下形式 比如說原用傳統的選票 然後用人手蓋印 或者用人手填寫 到最後就是人手點票 這樣會穩陣一點 事前又沒有人說 那沒辦法 事後說就會給人家一個感覺 你是不是輸了才說 還是怎樣 贏了又當沒回事 你贏了也不應該用這套東西 如果你知道他有問題 就是這樣說 我不知道這次有沒有問題 暫時又沒有匯報 說有出現違規行為 這次我還不知道 但是 輸了的話 其實就很嚴重 為什麼呢 你現在如果兩席全輸的話 就變成在 參議院裡頭 就5050 那就好看 1月6日 特朗普和彭斯 是能不能扭轉得到的局面 如果扭轉得到的 當然 就好地地 5050的話 彭斯做副總統 也是叫做參議院議長 當參議院 投票出現5050的時候 彭斯的一票 就變成是關鍵一票 如果是由 拜登和賀錦麗上的話 那就大劑了 總統和副總統 也是民主黨人 這個參議院 當你5050的時候 就變成了賀錦麗 投關鍵一票 就變成了 民主黨一個半 名義上 眾議院又是民主黨過半 那就是出現了什麼局面 就是民主黨 全面執政 到時候 你在政府的制度裡面 完全失去了制衡的力量 民主黨 打橫行 打斜行 都阻礙不了 如果 明天是由 拜登和賀錦麗上台的話 當然最好就不好 但是 一切都要看看 事態的發展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